欢迎收看今天的宝贝小厨神 我是萱萱 平常我喜欢用鸡蛋来煮菜 主要是因为它可以用水煮蛋 或者是荷包蛋来做一些变化 今天我们就请到一位辣妈来到节目上 它也是以鸡蛋做食材 我们请到的辣妈是LaLa 还有她的宝贝女儿萌妹 你们好 哈啰 大家好 我是LaLa 你们说我是萌妹 我是萌妹 本集宝贝一嫂出身 邀请到网路超红人气直播主LaLa 以及她的宝贝女儿萌妹 究竟平时忙碌的她 会为我们带来哪一道哪手菜呢 那是不是要教我们做一道这个 跟蛋有关的食材的东西 对 那是什么 欧姆蛋 好 那你就来示范一下怎么做了 那首先就是这些备料要先切成丁状 好 所以平常会在家里做这一道菜吗 平常有时间的话会做 对啊 那你平常有时间在家做菜的时候 萌妹会不会就在你旁边当小帮手 对 她会在我旁边当小帮手 那她的工作就是除了切菜之外 可能洗菜啊 或者是端东西 然后帮我装起来打蛋 她这些都很拿手 所以你是不是在家里 很喜欢吃妈妈煮的菜 最喜欢吃妈妈煮的什么菜 鳳梨蛋 鳳梨蛋 就是鳳梨蛋啊 鳳梨蛋 所以难怪今天妈妈要来教这道菜 对不对 对 她很喜欢吃蛋的料理 我觉得小朋友真的很喜欢吃蛋 有时候她早餐 问她吃什么 我要吃个炒蛋 你不觉得蛋最方便吗 对啊 然后半夜宵夜也是 我就多希望她说炒蛋就好了 如果她说要突然来吃个什么 咖喱饭还是什么 我就觉得很麻烦 还好小朋友都喜欢吃炒蛋 或者像荷包蛋 对 那哪一个是你最喜欢吃的蔬菜 蛋 蛋 蛋不算蔬菜吧 蔬菜呢 水莲 水莲 她喜欢吃炒水莲 她很喜欢 对对对 那我们是南部人 然后我们就很爱去热炒店 然后她就说 我要吃炒水莲 还有蛤蜊丝瓜 那肉类呢 肉类比较喜欢吃什么肉 牛肉 牛肉 那什么肉是不喜欢吃的 羊肉 羊肉 所以你有吃过羊肉吗 不是 所以就再也不想吃羊肉 不想 不想 那妈妈就会不会说 看着她喜欢吃什么 就特意去煮 其实会 可是因为就是为了营养群衡 所以像她不喜欢蒜头或洋葱 这种刺激性的 可是她的确是对我们蛮健康 我就会用其他料理 把这些比较刺激的味道 盖过去 对 这些她有喜欢吗 像青椒跟红椒 你喜欢吗 萌妹 太喜欢 铁片 不喜欢 现在喜欢了 所以她把它切成丁状 对 就是很税的丁状 然后就是晾 晾均匀就够了 其实我看西方很多早餐 都是用这种Omelet当早餐 对 因为你看它其实里面 有肉 蔬菜 营养很均衡 对 也是说譬如说像你也可以选择 你自己喜欢 譬如说像今天这些你准备的 有包括玉米 还有像青椒 红椒 你也可以换别的蔬菜 可以 因为其实今天已经准备很多蔬菜 那如果说平常妈妈们 在家里没有办法备那么多料 就挑几样起来 因为今天是算准备超级多 就是有蘑菇 有玉米 然后各色的甜椒 然后还有洋葱 对 可是有一些就是可能 其实三种颜色就够了 对 就不需要准备到这么多 对 那如果说这样你平常忙的时间的话 你没有煮菜 那萌妹的三餐呢 萌妹的三餐 就是我妈妈会 因为我们家是做黄昏市场 我们是卖熟食的 对 那平常如果我上台北 就是我妈妈帮我顾的 那你妈妈做的哪一道菜你觉得最好吃 五根长旺 那你下次来节目会不会教那一道啊 我想学 你说五根长旺吗 对啊 那我再邀请我妈来 因为其实我本人不会 你不会呢 这是太难了 我只会帮忙卖 那你有没有吃过外婆做的那个 五根长旺 是什么 她说是什么啊 对啊 因为小朋友就不喜欢这种东西 对 所以我们有一个来节目的小朋友说 他喜欢吃麻辣锅 是很夸张 你有吃过麻辣锅吗 没有 没有 它好健康喔 对啊 它也不敢吃啦 它刺激性的东西都不太喜欢 而且它小时候更严重 就是它连葱都不吃 所以每次吃蛋炒饭 我就说你不吃葱吗 那你自己挑 自己一根一根挑 可是你切得很碎 它也挑不出来啊 就是有时候店家的那个蛋炒饭 就是葱很大的 它就会就是很任命的慢慢挑起来 那后来她怎么可以接受吃葱啊 问她 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 可以放炒饭就好了啊 炒饭就好了啊 好 好理由 对 好 配料应该差不多好了 好 那萌萌帮我打三颗蛋在里面好不好 好 所以萌萌会打蛋喔 会 你会 真的啊 你不会说等一下那个蛋壳也掉进去 大家记得就是颜色 越鲜艳的食材是最后放 这些就是颜色比较鲜艳的蔬菜 如果它煮太久的话 对 颜色就没有那么漂亮 而且养分也会流失 所以大概就是小火 然后拌炒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你喜欢煮这道太平萌妹 是主要也是因为 你可以加很多蔬菜或加肉 营养就很均衡对不对 对 好 现在我们的小帮手要帮忙打蛋喔 萌妹 所以说在家里 也会帮忙打蛋对不对 阿姨要检查看一看 蛋壳有没有掉进去喔 还要检查看一看蛋黄有没有破掉 不错耶 好 现在萌妹在帮忙打蛋喔 因为等下打完蛋之后 我们就要下锅了 好了 好 再好了 刚刚在要加蛋之前 已经先加了油对不对 对 没有 是蛋里面只有加一匙盐 就是让它提味 就是加盐 然后那个锅里面呢 锅里面加了一些油 因为我现在现在要把那个 欧姆蛋里面的食材 先把它炒熟 那首先会先加菇 因为菇会就是比较慢熟 然后它也会出一些水 那大家记得就是颜色 越鲜艳的食材是最后放的 好 比较不会说太熟了 所以青花菜放最后对不对 青花菜是另外的 它是要用水煮的 好 先把洋葱上去把它放进去 可以像平常你有忙着直播吗 那你会直播教大家煮菜吗 有时候会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很稀奇 因为可能平常我们在阴光幕上 都漂漂亮亮的 就很少看到就是直播时径 在那里煮菜 然后可能偶尔它会不小心弄到什么 还会大小声说 你不要这样 他们就觉得很特别 很真心情 对 现在直播上浇的都会是 比较简单的吗 直播上会耶 对 就是不会浇太复杂的 因为浇太复杂的我一心二用 我胖也会做得不好 对啊 那这个菇就是稍微炒 让它有点出水 就可以加其他的备料了 好 所以再加这个吗 对 那这个另外一锅水的话是 煮的是 水的话是我要煮 就是欧姆蛋旁边的摆盘 摆盘 对 花椰菜 我喜欢花椰菜跟那个玉米笋 对 然后因为我喜欢用水煮的方式 就比较没有过多的添加 对 所以你的摆盘也很丰富 对啊 因为我觉得摆盘很重要 小朋友如果看到摆盘很可爱 颜色很鲜艳 他就会多吃一点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那你帮我放 就是三个玉米笋好不好 三个就可以 它很熟练 对 这个玉米本身是已经熟了的吗 对 所以玉米跟那个甜椒洋葱 这些都可以一起下 然后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 有没有觉得看起来很好 真的想吃了 有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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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一炒就不见了 然后因为这个里面也是要把它加一点调味 嗯 大概一小时盐巴就够了 会用今天要让� rel形 有我可以用升颜葱 像蝉有汤 我帮你 iliśmy 有雨 这这还explosur 我找红叟光 我cel republic 好了 你要小心火 那就把它煮熟就好 因為其實雞腿肉煮熟 就還滿嫩的 好了 好 所以我們這內餡的料 是不是已經熟了 對 內餡的料已經熟了 那其實這些 就是顏色比較新鮮的蔬菜 如果它煮太久的話 對 顏色就沒有那麼漂亮 而且養分也會流失 所以大概就是小火 然後拌炒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你喜歡煮 這道菜給萌妹吃 主要也是因為 你可以加很多蔬菜 然後加肉 營養就很均衡對不對 對 營養很均衡 然後它也可以跟我一起玩 就是 對啊 在煮飯的過程 它可以覺得說 原來煮飯這麼麻煩 每一道就是都還要切 還要炒 還要洗 對 然後讓它知道說 煮一餐是很辛苦的 所以要把它刺乾光 接下來要做的是 接下來要做蛋皮嗎 對 要做蛋皮了 媽咪 再多打一會兒 為什麼妳覺得 萌妹還需要再多打一會兒 就是妳怎麼判斷 因為我就是之前在家裡的經驗 就是我常常就是歐姆蛋下去之後 它火一起來 就看到蛋白跟蛋黃是分開的 會這樣子啊 對 因為它打的力道 沒有像我們大人那麼大力 所以我會希望它再多打一下下 可是其實就我們這樣看 就會覺得 其實已經打得很均勻了 但是妳說下鍋 還可能會很明顯看到 蛋白跟蛋黃是分開的 對 因為小朋友的力道 跟大人畢竟不一樣 對啊 你看它就是晃啊晃 可是我們可能就是 我們在打蛋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立體一點 對 然後會讓它有點起泡 就這樣子 可是這樣子讓小孩去打 就是對他來說太辛苦了 所以我就會希望 它多打一些就好了 對 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做蛋皮了 對 那因為它不能太快熟 所以火都要切最小的 為什麼不能讓它太快熟啊 因為 然後它就是從外面這樣子 往中間剝 它中間就會有一個 就是妳中間那個形狀 對 然後就不急 就慢慢剝 就是這個部分妹妹也可以 就是幫忙 所以做蛋皮的時候 什麼都不用加嗎 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做蛋皮了 對 那因為它不能太快熟 所以火都要切最小的 為什麼不能讓它太快熟啊 因為它要製這樣那個水波紋的 一個蛋皮的狀態 如果太快熟的話 就沒有辦法剝了 就沒有水波紋嗎 對 因為水波紋是看起來 比較好看的意思嗎 還是吃起來會比較好吃 對 它會比較水嫩 比較比較有一個厚度 它就是歐姆蛋的特色 然後它就是從外面這樣子 往中間剝 那中間就會有一個 左波紋的形狀 左波紋的形狀 對 然後就不急 就慢慢剝 對 所以這要用很小的火吧 對 要用很小的火 然後就慢慢這樣剝 就是這個部分妹妹也可以 來就是幫忙 因為它其實火很小 你不用怕說它會噴 要不要來 就是慢慢的往中間剝 所以說蛋皮的時候 什麼都不用加嗎 什麼都不用加 就是因為其實在蛋裡面 已經有加了鹽巴去提味了 對 然後待會兒就是 等它熟的時候 會加我們剛剛炒的料 然後還有我們的起司這樣子 對 起司 所以等於說 我們現在是一直這樣子 用這個水波紋 來增加它的厚度對不對 對 好 經過這個啦啦的波動之後 這個蛋皮看起來已經差不多了 對 它其實已經快成型 然後在快成型之前 就是先加一些 雙色的起司在裡頭 如果說平常人數比較多的話 對 蛋皮可以做大一點 那我就會把這個備料放在裡面 然後做一個 包在裡面 包在裡面 像蛋包飯 那可是如果說平常只有 兩個人或三個人的話 我就會 蛋會打少一點 然後會變成說是 先把料放上去 然後再把這個歐姆蛋整個覆蓋 對 要我就整盤都倒下去了 就是看一下那個量不要太多 對啊 好 把你整個都倒下去好了 所以我媽說我煮飯都很慢耶 像真的會煮的廚師都 動作都很快 我剛剛想說 我跟妳講話的時候 然後妳就 手就停下來了 對 就沒有辦法一心二用 可是像那種很厲害的 他們就是可以聊天啊 然後做菜 對啊 就蓋上來嘛 對 就蓋上來 好 接下來就擺盤囉 接下來就擺盤 然後就有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可以增添親子樂趣 就是加一點番茄醬 然後可以讓它用畫畫的方式 來 你可以畫在你的蛋蛋上 那這個歐姆蛋就是故意沒有 完全蓋住 對 因為這樣子大家就可以知道 今天裡面有什麼肥料 對 畫眼睛啊 畫漂亮一點喔 還有嘴巴 這麼多 是 這是頭髮嗎 是 是 瀏海 是 OK嗎 所以妳是畫女生嗎 是 好醜喔 沒關係 反正要吃掉 好醜也是妳要吃掉 我也要 好 那妳把它擺 把妳喜歡擺的 她好棒 都會主動幫忙耶 她說我要 對 她很喜歡幫忙 而且她也沒有 她也不會抗拒洗碗 她還跟我有規定說 我一三五 妳洗二四六 我洗禮拜天不要煮 會擔心她晚不小心洗破或什麼的嗎 會不會 不會 她還沒有這樣的例子 只是有時候會洗不乾淨而已 會不會 好美 妳好棒喔 我好棒喔 妳要擺漂亮 對啊 其實親子一起做 我覺得真的很好玩 因為她就會從中間去學習到 其實一道料理並沒有那麼簡單完成 對 而且一起做 然後她就會想 有成就感就會想要把這個東西吃完 沒錯 對 然後還可以增進妳們的 要擺這麼遠嗎 是不是增進妳們的感情 對不對 對 然後她也 其實吃完飯 她也知道說 她要洗完 就是每一個環節她都要繼續接觸到 對 好了 好了 妳覺得漂亮嗎 我覺得還好 覺得還好 好 所以現在呢 我們的歐姆蛋已經完成了 歐姆蛋完成 我想吃 謝謝 好 我們美味開動吧 好 妳先開動 來 妳先 妳先吃雞肉啊 果然是始作的 她不要那個擺盤上的嗎 對啊 還有那個蛋嗎 這是妳自己畫的耶 要不要試試看 阿姨試試看 好 那我要吃 我要吃一點頭髮喔 吃一點頭髮 OK 眼睛 嘴巴留給妳們 媽咪吃一點頭髮 我來吃吃看 好吃喔 好吃喔 好 吃囉囉 好吃囉囉 我幫妳弄一點點 吃一點點就好了 好 起司 看到起司變很開心 對啊 不是這樣 因為我很喜歡吃蔬菜 所以我覺得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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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其實今天 錄影的這一天呢 剛好是 蒙妹的生日 對 所以今天 聽說媽媽是不是 有準備了一個驚喜給她 我有準備一個驚喜給她 蒙妹 到底是什麼驚喜呢 媽媽準備一個生日蛋糕給妳喔 給我們蛋糕 好 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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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嗎 妳好棒 妳一個人可以吃完這個嗎 可以 我幫妳唱個生日快樂歌 好 好嗎 祝妳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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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萌妹許願 妳想把妳的願望說出來嗎 不想 好 沒關係 那妳在心裡說好了 可以說兩個 一個是秘密 為什麼 一個不說 她都要當秘密 對 她還在訓練 認真在訓練 一年就只有這一次 好 好 那數完院之後就吹蠟燭 祝妳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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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喔 好 好 謝謝 好 啦啦 所以今天女兒生日 有沒有什麼想要跟女兒說的話 其實她這幾天就是身體狀況不好 然後 媽媽希望妳就是吃東西之前要洗手 不要這麼容易得到腸胃炎 對 還有腸病毒 然後妳一定要身體健康 我知道了 奶奶 媽咪平常工作比較忙 所以妳要乖乖的聽阿媽的話 好嗎 好 好 好乖喔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LaLa 還有帶著她的寶貝女兒萌妹 來到節目上 今天LaLa也跟大家分享了 她的這個歐母蛋的做法 今天充分表現在親子合作囉 所以如果說呢 觀眾朋友們對於說這歐母蛋很有興趣 想知道怎麼做 歡迎上我們的寶貝小廚神的臉書 來查詢 另外家中的小朋友 如果也有興趣上節目的話 歡迎到我們的臉書上報名 我們寶貝小廚神下次見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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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